4月8号 东盟轮值主席国文莱举办东盟防务高官扩大会视频会议 中国及17个机制成员国东盟秘书处派员参加 会议期间 各方就国际与地区安全形势等议题开展交流 中方对东盟2021年共同关注 共同应对 共同繁荣主题表示赞同 坚定支持东盟中心地位 并提出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远未结束 各方应携手推进国际抗议合作 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指引 采取务实举措 不断提升地区国家应对各类安全挑战的能力 为地区繁荣 助劳 安全屏障